你一夜都没睡啊 习惯了 一有工作想睡也睡不着 对了 名单真别出来了 上面画圈的就是 八个人 对 这八个人我认识 跟陈忠是一批的 这上面有举报陈忠的那个人 看来他们确实是顾宣章的人 举报陈忠 这么说陈忠被我们抓过 是 但是后来让他给跑了 好 这情报太好了 对我们非常有力 这八个人加陈其忠 一共是九个 那剩下的那个 就是老A 是啊 我想了一夜 就是没想起这个老A是谁 其实如果不是前几天 我见过陈忠 这八个人 我很难把他穿成一串 那你想一想啊 这个老A他有什么特点没有 要说特点 他们都给我学过发电报 以前都做过 发电报有关的工作 也许现在不是了 你的判断和分析 我会向首长汇报的 梁琴母子的下落 还得烦请你去寻找 我已经展开调查了 一有结果马上汇报 那既然这样 冯丽同志 让我先告辞了 等等 你说陈忠被我们抓过 是什么时候的事 一九四三年 一九四三年 老A在这儿死了 很麻烦 我和基地的同志会有危险 这样 你帮我写个纸条 我顺利写 好 这朝鲜办到 说打开就打起来 咱们电报图 现在网来电报太短 已经忙不过来了 别问我兜圈子 你是想要回汪蓝 不行 天下一号小组 根本就没有什么事啊 再说 马蓝还太年轻 老是出岔了 不说这些了 我自有安排 郑董啊 你追汪蓝追了这么久 还没死心 司令 感情这种事是神圣的 在我心里就像信仰 它跟孙先生的三民主义一样 不是说放弃就能放弃的 说说这书生劲又上来了 行了 你先回去吧 是 主任 咱们的设备管理有问题啊 说说看 您看 咱们的设备全都放在明面上 万一有个空袭 或者是失火什么的 咱们的设备可就回忆一代了 是咱们无法防备 二来呢 万一事后 上面追就下来 谁的责任 你提醒了我 您想怎么办 要不这样吧 主任 您向司令建议一下 咱们做一个 防空防火的联合演习 这演习的规范和规定 条例上都有 不用动员 很方便的 有道理 我这就去找顾司令 我这就去找顾司令 演习 谁出的主意啊 王岚 不不 是他提醒了我 我觉得这件事情很重要 他关系到整个小岛的安全 王岚 王岚还懂这些 司令 我觉得 王岚说得有道理 演习是为了有备无患 如果不经常演习 万一有一天真出了点什么事 那咱们的人可真成了一盘散沙了 好 我们组织一次 是 我马上就去安排 太不可思议了 这老鹰是怎么这么快就找到那通风口了 我们能想到的 他也会想到 老鹰可不是一般人哪 目前我们的首要任务 就是拿到紫板 才能阻止天下一号的爆炸计划 可是 紫板还在基地 我们只能依靠内线的通知了 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我们现在是在跟时间赛跑啊 首长 我们要做好两手准备 我明白你的意思 人可以搬迁 设备 机器 都可以运作 但是 我们不能把整个城市都搬走吧 还有 老A一天不挖出来 对基地那边的通知都是一个很大的危险 粉碎天下一号 和抓住老A 不必要双管迹象 就不用了 我们要不说 就是 有点赛跑 我们的速度 就已经是在线上 我们在路上 我们可以做什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需要天下一号的紫牌 咱们要尽快弄到手 可你一个人 这风险也太大了 老鹰死了 沉积中去了台北 这是最好的时机 童嫂 明天晚上十点还在这里 如果十点半之前我还不来的话 就可能有危险了 十一点钟 你用封王的代号发报 内容是 老鹰已死 频率是1011 这个频率是谁的没用过呀 天下一号小组的 一定要记住 发完报之后 把电摊扔到海里去 我明白 你是先让敌人内部先乱起来 可是这样能掩护你脱身吗 我也不知道 天亮 天亮 你干什么呢 我敲了半天也没有人理我 我给你热了碗粥 你趁热喝 到什么时候你还工作啊 天亮 你不能因为良情和孩子牺牲了 就把所有的精力全都投入在工作中 你应该好好考虑一下 你自己以后的生活 不考 一会儿 我这里真的不需要你 你走吧 好 回家 我怎么还不行 我怎么还不行 不理就不理 不理就不理 我怎么还不行 你自己们 我不想先去 航空演习 马上集中所有的人 五分钟内撤离大楼 一定要听从指挥 为者军纪 在这儿呗 检查各科室的人走了 真的是在检查吗 你们先庆祝 长官 司令 你们俩在这儿干什么呀 报告司令 检查演习成功 你呢 报告司令 按保密条例 如发生意外情况 作为保密室主任 我必须最后一个离开保密室 并有权销毁任何问题 有两谁先到的 报告司令 我先到 把保险柜打开 司令 我没带钥匙 保密室主任不带钥匙 报告司令 防火防暴演习规定 随身不许携带铁器 以免捉伤 我个人认为 这次演习非常成功 空袭演习 要求我坚守保密室岗位 防火防暴演习 要求我不能携带钥匙 两个演习同时进行 就让我没有了愿 达到了演习目的 如果空袭着火了 你怎么办呢 报告司令 销毁保密文件 然后撤离 撤离不了 就训过 保密室的值班员呢 报告司令 已经撤离 钥匙也应该带走吧 按照规定 保密东西要随身携带 备用钥匙 备用钥匙 报告司令 在急钥匙 我去取 我去取 不用了 站住人 你去 是 我去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四伯父 四伯父 演习结束 我来 你回去接演习报告 是 通知县兵队 从现在开始看住王岚 没有我的命令 不准她擅自行动 是 拿出来 是 是陈其忠让我干的 他有天下一号的紫板 陈其忠要紫板干什么 基地和天下一号是意见 想要紫板还用这种方法 你怕共产党想的王子 你觉得我像共产党吗 我不希望你是共产党 如果不是我把我的钥匙放在集药室里 今天你还有命令我 今天你还有命令我 正头 谢谢你 王岚 如果你是共产党 我希望你放弃 好好生活 现在已经不是几个月前了 共产党的队伍 全都调到了朝鲜半岛 没有人能打过来 也没有人能接你离开这里 我不是共产党 爸 正头在给忘乱打掩护 爸 你上当了 把枪给我 爸 给我 爸 我再帮你 再帮咱们基地 我不能让你有危险 这儿还有我呢 爸 过两天 我再帮你 再帮咱们基地 我不能让你有危险 我安排你和你妈离开这儿 我哪儿都不去 我是你女儿 我要和你在一起 有你这句话 我就满足了 现在谁帮不了我 只能靠命运了 好 发过去吧 好 再见 什么事 正头我问你 汪澜到底怎么回事 什么怎么回事 演习的时候你进保密室 是 汪澜在干什么 她在例行检查呀 该汇报的 我都已经向顾司令 和齐渡大员汇报过了 在大陆的时候 你就一直替汪澜说话 现在你还包屁他 顾思安慕 这话你说的就不公平了 从大陆到现在 每次汪澜不都是受过检查的 我替他说好话 也是因为他是我们保密室的人 如果你有一天也受委屈了 我也会替你打包不平的 好啊正头 那我先谢谢你了 好啊 此时此刻 汪澜不清楚自己的出境 保密是钥匙事件 显然蒙骗了顾显章一时 但他对自己的怀疑 是显而易见的 而正头暂时帮助自己脱身 难道正头真的相信了他的话 正头为什么又在帮他 我先离开那一病 赋讧 如过十点半之前我还不来的话 可能有危险了 十一点钟 hyd micha usted 还好发报 大半夜了 还不睡觉啊 你先睡吧 喂 是我呀 老师 这么晚了您还没睡 风雷和汪澜的事有什么进展吗 我还在等消息 好 明天必须回来 这边有情况 是 你就是陈东 是啊 你是哪儿的 宪兵队的呀 打队 有何贵干呢 跟我们走一趟吧 带走 这位兄弟 您这是什么意思我就不懂呢 我是国军中校天下一号行动小组的 那就更不会错了 抓的就是你 少废话 带走 走 台北支持个任务 走 你这是在干什么呢 放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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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先走了 快 快 快 别走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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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顾司令 是我 齐军 默齐长官啊 这都大半夜了 什么事啊 大事 大事 什么大事啊 慢慢说啊 别着急 大事不好了 是不是王岚的事啊 老鹰被杀了 什么时间 在什么地方 具体情况我也不知道 只是天下一号小组电台收到一份电报 说是老鹰被杀了 到底是神奇啊 我也不知道 我的齐长官啊 你想想啊 天下一号行动小组 接了一份电报 说自己的长官被杀了 可能吗 说梦话的吧 太滑稽了 一点也不滑稽 发报人是疯王 疯子 爸 出什么事了 爸 出什么事了 爸